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所以如果 這個 或是說1到rf t 不要說你就負 alpha t 如果這個 alpha 如果是負的話 是一個負數 去積分 那種訊號 alpha 小於0 你積分的話 會不會發散 會不會發散 不會 那如果 alpha 是正的話呢 會怎麼樣 就會發散 了解 所以讓這個積分不發散的條件 比較簡單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判斷的方法 是什麼 看這些基底函數 那這些基底函數是由誰來決定的 系統的什麼 什麼點 什麼點 極點嘛 極點一定要在哪邊才可以 極點的十字部分一定要小於0 而且 十字部分小於0 在 picture 如果說 極點在座度平面的中間 極點在什麼平面 左半邊 極點一定要在座度平面的左半邊 如果說 一個系統 極點在左半邊 極點的極點在左半邊 看他是不是在手段裡面 就OK了 看他是不是在手段裡面就可以了 有問題 或是說他幾點的十字部分要小於0 他靈魄魯上才不會發散 他就是充分條件 那剛剛是充分條件 那實際上他也是必要條件 那必要條件證明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這邊各不解 這個會跟高等危機分有些小小的關係 所以 你們就先接受 他是一個充要條件 一個系統 這個 是Beable Stable 若且微弱 他的Po 都在 左半平面 那這邊是Open的 LHP Stands for Left Health Plan 左半平面 那Open的話代表 他不包含虛軸 你看 像剛剛那個S加1 S分之1是什麼 S分之1 他幾點在哪裡 幾點在哪裡 0 0 對不對 你看他在0 可是他會爆掉 對 對 要包含虛軸 要在 手半平面 就OK 解 解 對 所以 練一個系統 你要判斷他 是Beable Stable 你可以怎麼做 看他全球 function 等來的部分 分之來分母 分母 分母看他的根 是不是都在 手半平面 不包含虛軸 手半平面 有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 第五件要記住了 第五件要記住了 看 要判斷Beable Stable 就看 全球 function的根 或是他幾點 是不是都在 不包含虛軸 的手半平面 從根也沒關係 比如說 從根 S減拉寶平均分之一 他 對應的 多一個T而已 這個東西還是會怎麼樣 這個圈套 最後還是會怎麼樣 還是會收斂 對不對 我知道 我今天有學過吧 因為 指數收斂的 會比 T發算的 還要 過 OK 好 所以 記起來 Beable Stable 若且微弱 系統的幾點 在 不包含虛軸 的手半平面 OK 好 那 剛剛講的是 放電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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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考慮 其實條件 沒有考慮到 對不對 我們這邊只是看 由輸入所造成影響 搞不好 放電音符 放電音符 可是它其實條件 到這邊講的是 Zero State Response 沒有發散 對不對 Zero State Response 沒有發散 搞不好 Zero Input 已經發散了 所以我們要再檢查一下 另外一個 Zero Input Stability 這個東西有沒有發散 剛剛那個 報電音符 看起來好像不夠 因為它只是涵蓋 一部分的反應而已 對不對 系統的反應有兩部分 那我們現在 Zero State Response 我們確討會由 Input所引起的 響應沒有發散 如果極限都在 開放的左半裡面的話 那它另外一部分 尤其是條件 所引起的 會不會發散 那我們要檢查一些 那就是這個部分的定義 Zero Input Stability 或是Euthentated Stability 它是說 如果任何新的條件 給它 系統最後 都會收音到底的話 它就是Zero Input Stability 最後 這個 又是七十條件 所引起的響應 最後都會收音到底 最後都會連銷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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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也叫做 Rio Input Stability 那 剛剛的 BIBO 可以由幾點來決定 Rio Input Stability 要有什麼東西來決定 那我們就回來 回去先前 我們再 提到 先前 第四點 西子強 列手引起的響應 它 裡面的基底函數 會跟什麼東西一樣 Input response 一樣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去判斷 正之六 一部理論 最後會不會收音到底 一樣 你看什麼東西就好 看幾點就好 因為 Input response 的基底函數 有誰來決定 有基點來決定 有基點來決定 了解 所以 所以 一旦 集點在 左半平面 開放的左半平面的話 EVO也滿足了 Zero Input Stability 也滿足了 所以 以後 我們就不用再怎麼吹了 這是輕小線 走引起 這是陰不走引起 沒有 不管那麼多了 你只要幾點 它走半平面 不包含虛擇走半平面 就OK了 而且 我們就說它是穩定 所以未來 再設計控制系統 再根據控制系統 要確保說 控制系統的幾點 都在哪裡 左半平面 那它就是穩定 可以嗎 像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還沒有控制的話 那幾點在哪裡 都在左半平面嗎 它一定有什麼 右半平面的幾點 而且 它會發散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發散 可以嗎 所以右半平面的幾點 一定完蛋 一定會發散 那如果 在虛軸上面 那就有討論的空間 那就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 那這個系統 沒有控制 它是發散 那我加了控制系統 我就可以把它穩定 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它穩定 我可以把它幾點從什麼 右半平面 拉到左半平面 可以 這就是靠回袖 回袖 去改變幾點的位置 沒有控制的時候 幾點在很爛的位置 左半平面或是在反應很慢 反應快慢 會跟什麼有關 來 考各位一個common sense 有一個系統幾點 假設一階的系統 系統A幾點在這邊 系統B 幾點在這邊 比如說你要去買一個 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要去買一個 買一個 買一個 冷氣好了 變平冷氣 那 廠商跟你說 你用兩種選擇 一個 一個幾點在這裡 第二度幾點在這裡 老實廠商有點 有學過控制系統 一個幾點在這邊 一個幾點在這邊 那你要挑哪一個 你要挑哪一個 那你挑下面這個 那下面這個 那下面這個 反應比較什麼 快 什麼樣的反應快 受孕能比較快 對 等一下講 七十條片造成影響 要趕快消失 對 才能比較好 還是要一直保留著 那 受孕能快 受孕能慢 你要選擇哪一個 要受孕快 對不對 比如說 一個運動選手 如果七十條片 受孕能很慢的話 他一開始 槍響要跑步的時候 他還想 昨天跟你沒有吵架 七十條片 還在 就想說 這要是有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所以 所以 我們要把極點 按到 越左邊 越好 讓你系統的反應怎麼樣 快 而系統的反應快 就是他不會拖離帶子 不會受到 先前這些記憶的影響 有因不盡難 馬上follow 這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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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為什麼講到這裡 講到極點的位置 所以 如果在開放的右半平面 這邊我們是看 複數平面 看那個極點的位置 那極點如果在開放的右半平面 我們說這個形容 是漸進穩定 因為它會漸進的收斂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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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穩定 那如果 如果 這個極點 有 沒有 沒有重根 在 只有 單一的極點在虛軸的話 這是我們把它叫做 臨界穩定 在左半平面包含虛軸 而且虛軸上面沒有重根 這叫做臨界穩定 那這種系統 大部分的輸入給它都不會發展 可是 某些輸入給它就會爆掉 像什麼 剛剛的積分有沒有 積分給它step它就爆掉了 有沒有 可以你這個積分給它騎下去 它不會爆掉 騎下去它沒有發散 它不會爆掉 為什麼呢 公訴強的同學就可以想一下 這個 基本的話 是不是 s分之一 是不是 那 你如果給它step的話 step的老プラ是什麼 也是 s分之一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輸出位是s的幾次方 平方 你遇到平方就要幹嘛 在探討面就要乘以什麼 t啊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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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t就會讓它爆掉 可以 所以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輸入的模態 跟你的 系統的模態 剛好一樣的時候 雖然輸入沒有發展 可是輸出因為有平方的關係 乘以t它爆掉 可以 工作好的同學可以想一下 工作不好的 就這樣子 那 在總辦裡面一定沒有問題 開放總辦裡面 在虛軸上面呢 不能夠有重根 OK 那 儘管是 沒有重根 可是如果遇到輸入 剛好對到它的模態 S分之一度 對到 這個 step 它一樣爆掉 所以它叫理界穩定 那 不穩定 就是在 它 在 右半裡面 或是 序軸上面 有 重根 或是序軸上面的動態 它會激發起來 像這種型 我們就是說 它的動態被激發起來 因為它的激分性 你用 step 來激發它 就是它的動態被激發起來 用很像共振 用很像共振 好 所以 這邊 來 測試一下 轉移函數 吹斯科方選 第一個系統 穩定還不穩定 負一負三負 穩定 對不對 第二個系統 一 然後呢 這個 吹斯科方選 長官 你也用 施數 就 輸藏 看 一 就是 Sign 給他 Sign 3D 給他漩渦 頻率是三 爆掉 共振 這種過分就像盪鞦韆 但我現在推他 推那個小朋友 如果用一個固定的頻率 去推他 他就開始大叫 而且 為什麼會大叫 什麼頻率 就剛好對到那個三 你知道嗎 那音響音就會成你T 原本我們今天講到一個段落 出作業的題材會比較多一點 10分鐘 我們快來提一下 所以給了一個轉移函數 知不知道怎麼判斷它的穩定性 你會怎麼做 看它分母的根在什麼地方 分母是多項式 所以我要解多項式的根 那怎麼解多項式的根 二接的會不會解 二次的會不會解 三次了 四次的 有公式 可是很難 五次六次了 以上 又給誰解 又給Malek解 可以嗎 那 這控制系統是什麼時候被發展出來 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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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麼判斷 難道要去解嗎 六次他還解嗎 所以 古時候的人 在沒有這些科技工具的協助之下 讓他們的創意反而更多 它會發展這個方法 你沒有去把根解出來 我就可以判斷了 它的根是在做班裡面 很厲害 你們現在都在電腦滑手機 應該不太會有這種創意 沒有電腦解出來 幹嘛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古時候人會想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也現代 電腦為什麼還要在學這個 這個有用 這個功力 高地就是在了解這些基本管理 我們今天來講這個方法 給你這個多項式 你要判斷它的根 是在左半平面 這個AN-1-A0 代表是這個多項式的細數 我有沒有辦法 那時候古人的問題是說 我有沒有辦法光從這些細數 不解它的根 我們就能夠判斷出它的根 它的根是在左半平面 那這個方法呢 叫做 這個Ruth-Hermis-Quiterion 是這兩個人 他做 講出來的方法 而且是放諸四台接準 很厲害 光跟你細數 不解根 就能夠判斷它 是不是在左半平面 更是在左半平面 那 在用這個方法之前 給各位 給你 給你 考試或作業給你這個方 給你這個特程多項式 讓你判斷它是不是穩定 先不急著用這個方法 先給各位一個充分條 必要條件 先去測驗這個必要條件 如果這個必要條件沒有測過 就不用講了 什麼叫必要條件 如果A則B A是B的充分條件 B是A有什麼 必要條件 對不對 那必要條件 如果不成立的話 這個序字就怎麼樣 不成立 好 必要條件 什麼 所有的係數 一定有什麼 都要有同樣的符號 如果 穩定的話 則 所有係數都要有同樣的符號 所以 3s平方-s加1 要不要看 不用看 6s平方-5s 5四方 你只要看到一個 不同符號 不用再看了 它一定是什麼 不穩定 好 那個 第二個 第二個必要條件是 不可以缺相 缺相 缺相 不用看 拿解 所以 在用這個 神奇的方法之前 你先 看這兩個 如果這兩個沒有滿足 都不要看 都不要看 可以 我要來判斷 這一個 六四多項式 它是不是穩定 這個 六四多項式 幾檢 都在 開放的 左半裡面 好不好 當然 我第一天再要解 你看看 它是不是都同號 都是正的 或是負的 都是正的 或是負的 如果不滿足 不用看 如果有缺相 也不用看 如果有缺相 也不用看 所以 我要繼續做這個 Russ-Curse Test 的一個潛移式 沒有缺相 不管都一樣 可以喔 可以 能做這個之前 先check一下 不然你會做白弓 那 進行 這個 測試的程序 是這樣子 我把 它的 密四方 S的密四方 一項一項的 寫出來 排稱 A6 A5 A4 A3 A2 A0 我就把它排在 上 第一列 跟第二列 上下交錯 所以 A6 A5 A4 A3 A2 A1 A1 好 那 這個 這個測試方法 就要建立一個表 那 這個表呢 我會要來建立這些元素 那 這一列 這一列 第三列的元素 是根據 一二列 建出來的 那 第四列的元素 是根據 二三列 建出來的 那 這一列的元素 是根據 前兩列 OK 所以每列都是根據 前兩列建出來的 所以你要按照順序 建完第三列 第四列 才能建第四列 第五列 才能建第五列 才能建第六列 OK 那 因為 已經下課了 我們沒有時間再講 怎麼建 不過 這個測試通常是說 你當你都把這個表都建立出來了 你要判斷 它的根式 都在主辦裡面 的話 只要看這個部分 看第一行 第一行如果全部同號 它就會在主辦裡面 了解 厲害了吧 主色很厲害 如果第一行都同號 它就會在主辦裡面 而如果有變號 比如說 這邊是3 這邊是負二 這邊是一 這邊是二 這邊是 那變號變幾次 兩次 它就代表有兩個根 在 各辦裡面 很生氣喔 所以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講這個方法 各位回去可以先看一下 怎麼從上面兩頁 來肩下面一頁 好 今天三個段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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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